小ral 救 救 救个命啊 跑吧 就成现在 停火车回 谁走了 沐桓走了 早上着急 上班之前 她还得去看她爸一眼 不行不行 这个药还没吃呢 药不吃了 我 我吃饭 我打你 你吃什么 我跟你说啊 她晚上回来 马上通知我 我给她热药 早一包 晚一包 一包都不能少 听见了没有 你看 这是半个月的量 可以 你怎么不敲门呢 敲什么门啊 你又没光膀子 我是你姐 你什么事 你干吗去啊 我上班去 赶快穿好衣服 出来跟你谈谈 五分钟 撞起时间 坐下 你说嘛 坐下 姐 我也四十好几的人了 你别再管头管脚的了 你多大都是我弟弟 说吧 你先说 我说什么 家训 父子和则家不散 兄弟和则家不分 对 妈 意思就是家和万事兴 对吧 咱妈走得早 咱爸一个人操持这医馆 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都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咱爸临走前 让欧阳成了上门女婿 交代我 让我好好管你 让你成才 你挺争气的 学习没让我操过心 这后来呢 又娶了孟安这个好媳妇 你看 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这么多年 我没打扰过你们吧 不 你要说的关键是什么 现在是关键时刻 什么关键时刻 现在就是我们李家 开枝散叶的关键时刻 懂吧 人这一辈子 关键时刻不多的 一个手伸出来 能数得过来的 生老病死 生排在第一位 李琳 你要打起精神来 我很精神啊 我打起精神干什么 我也不能生啊 行了吧你 孟安怀孕 你们不想要这个孩子 对吧 哪有没有的事啊 你听谁说的 你管我听谁说的呢 怀孕的事你不告诉我 我不跟你计较 你们瞒着我 我也可以理解 我们觉得吧 就是要顺其自然 这个孩子是个意外 如果老天给 那我们就接着 如果老天不给 那我们也没办法 怎么没办法 我们李家是祖传中医世家了 我们当然有办法呀 这我们李家是祖传中医世家 可是你不是大夫王 你有什么办法 我就是办法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已经安排了 让兰湘照顾你老丈人 我呢这次留下来 照顾你们 你 对 留下来 是的 我这次来任务在身 就是为了咱李家 开之散业 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上班都要迟到了 你是跑了 你是跑了 我没跑了啊 安娜被她一通说呀 我看出来了 她是做好了 暗影乍战的准备啊 这玩笑 太不靠谱了 算了 反正都这样的 我们就迎难而上 你放心 我跟她说 让她回去 不好吧 不好吧 什么不好嘛 你生云杰那会儿 她在我们家里 你忘了 把她一通的指手滑脚 你不生气 生了 对啊 但那时候不是年轻吗 二十多岁 正是做自我的时候 现在不一样了呀 你要真有个人能帮帮我 我也挺高兴的 再说了 那时候姐说的很多话 还是对的 毕竟人家是混蛋 护士长嘛 什么护士长 自家乘所 说自己是所长都行 不是 主要就是 我是怕她在家 给你添乱 我姐这个人是好人 就是没有分寸感 这刚才我换衣服的时候 门也不敲 翻腾一下就进来了 我吓一跳 多尴尬是吧 你要是没怀孕 她在我们家 想住多久住多久 无所谓的 无非就是她管她的我们 那现在不一样了 那怀的孩子 那往后如果万一 你身体上再有什么情况 你还想上班 她连门都不让你输 你不信啊 那还 还是信的 那要不你回头 试探试探的 行 我试探试探 你放心吧 我会注意方式方法的 她要是不想走的话 你也别硬来 那不会 我不是她 我有分寸 这不上班肯定是不行 这不上班肯定是不行 多亏我立晚狂澜 不然我妈这老二就不生了 你不信啊 你猜我怎么跟我妈谈的 昨天晚上 我妈和我爸半夜才回来的 我就在客厅等他俩 我妈还数了我 还有那个林云洁 这么晚了还不睡是吗 你猜我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女人 我要跟你谈谈 你肚子里这个宝宝要生 我爸不敢跟你说 我敢跟你说 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 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那你妈怎么说 我妈说 好你个林云洁呀 胆肥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 不过他自我还是答应了 我们家呀 我爸根本就不扛事 对得看我跟我妈谈 可累了 你就是幼稚 以后啊有你哭的 别跟我撂狠话了 那是我妹妹 你就甭管了 你怎么知道是妹妹呢 万一是个弟弟 你就有得哭喽 那也没关系啊 有我爸还给我撑腰呢 再说了 我们家的局面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行了你 你就吹吧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女人 我要跟你谈谈 我好怕怕呀 我好怕怕呀 行了 行了 小西瓜加油 耶 加油 小西瓜 妈妈来看你了 妈妈是个大美女 第一眼看见妈妈以后 我们长大就是个小美女 加油小西瓜 叫什么小西瓜呀 谁起的名字 老婆 这是熊人给起的名字哦 小朋友起这样的名字 好养活的 我们是女孩子的 叫小西瓜 难听什么 甜 甜妹子 老婆 老婆 你是不是伤口疼啊 老婆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多怪我 多怪我 老婆 要不是你签字 我也不用挨这一刀 老婆 我哪有那胆签字 我跟你说啊 都是你姐逼的我 是不是你签呢 我 我只是贡献了手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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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乖 老婆 对不起 什么事啊 不能在办公室说 非要到这儿来说啊 我打算找老张摊牌了 咱俩不刚上来完 这事先不说吗 早晚的事嘛 其实这两天 我动过不要这个孩子的念头 但是因为我爸生病 我妹妹早产 确实让我觉得生命很脆弱 每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 需要好好爱护 所以我跟李琳也商量好了 这个孩子 我们要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 经历可能也不比从前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 拼一把 我支持你 那这事咱得好好盘算盘算了 你有什么想法 目前我手底下只有灵魅川一个人 如果我找老张摊牌的话 他一定会再找一个副总监 且这个人的业务能力会很强 很显然 公司里现在没有这样的人选 那你觉得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 但是不管是谁 必须要保证我休完产假回来之后 仍然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爱看你开卷 我现在肯定不是卷的时候啊 我现在需要做的事运筹帷幄 韬光养晦 安排布局好 想找你商量的是 如果两个副总监都不是我的人的话 我还需要一个帮手 来帮我稳定义务中心 你看从你那儿有没有可能 再给我批一个职务出来呢 总监助理 我去问问婉真姐 婉真姐 我给您打听点事呗 你说 咱们公司理财产品你买了吗 怎么了 我跟我男朋友想凑一笔钱买点 就想打听打听 看看大家都买了多少 现在挣钱不容易 你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其实我们是想赚了这笔钱换辆车呢 怎么说呢 这个投资理财呀是有风险的 我建议你还是得适当投入吧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婉真姐 休息时候你都这么拼啊 婉真姐啊 我这真羡慕你 家里条件这么好 你不买就算了 可是我们这些小职员呢 就这点财路 跟你这种离了婚打土豪的阔太太比不了 而且我家公司有五六年了 我还是挺了解这个公司的 你看不上这点收益 对于我们来说可是一大笔横财呢 我们是地产公司 卖房子是政治 但如果你不想开单 那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那些 婉太太呀老板的资源给我 我还想开几单呢 如果你真想卖房子 我可以介绍给你 如果你想卖理财产品 我告诉你 不行 你算了吧 你的那些优质客户 你舍得给我吗 你手里攥得紧紧的 你连钱怎么都不舍得 我呀 还是去挣你那些瞧不起的小钱吧 走 请你吃饭 老包 你给看看咱们卡里还有多少钱呀 当然是好事了 行了 回去跟你说 挂了啊 好 来来来 孙主任 我找你的 来 你快快坐坐 反正啊 你以前不是学过金融吗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 咱们公司的理财收益怎么样 我想买点 你说我们行政港啊 也有点恶毒 对不对 孙主任 我建议您啊 还是别买 不是 钱副总都买了很多 其他个管都买了 说是很赚钱的 你别怕 公司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理财产品啊 它是根据个人资产配比来的 那高管人家收入多呀 我们普通人可不行啊 不是 钱总啊 下的指数已经答应了 咱多少再买一点嘛 你看 几个高管 人家收益都挺高的 咱也不能落后 对不对 这样吧 孙主任 咱们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吧 在这儿 我先看一下 然后再做判断好不好 没问题 都在这儿呢 去年的和前年的 是 我可听说 你不买理财 钱总给你穿小鞋了 没有的事 这钱总呢 是给我时间考虑 他想让我上完那个 证券培训班以后再说 你是不是输读多了 脑子都死板了 你以前不是学过金融吗 那就是因为我学过证券 所以在我没搞清楚之前 我不能随便入手呀 行 那你先看着 考虑考虑啊 喂 Grace 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地产金融的 你现在有时间吗 你怀孕了 真的假的 张总 这可是好事啊 这说明咱们公司是个福地呀 不是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不是 你关键你这个年龄 高危险 还要吗 那得要啊 他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怀二胎 多不容易啊 也对啊 对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啊 谢谢张总 关键现在公司 这千头万绪的这么多事 你说这这 下边工作安排怎么弄呢 我是有一些想法的 所以叫Richard过来 想跟您一起商量一下 是一百二十八天 是一百二十八天 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呢 确实怀孕挺不容易的 但是经历肯定也不如从前 我再想 与其这样的话 要不我就辞职 你想得美 别说你还能工作六个月 那产假也就一百二十八天 你这个时候走 你不把张总往火坑里推吗 怎么会呢 你看 孕产妇哺乳期 那是受劳动法保护的 你这时候走 咱先不说劳动法 这传出去 你让张总以后怎么做人呢 我告诉你 你辞职都不行 是这样吗 嗯 那就有点麻烦了哈 这内容不 虽然现在有一个副总监 但是美川吧 她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做过内容 我当然会尽力带她啊 可是就算我全力以赴的话 估计她上手也没那么快呀 嗯 那从外面再招一个呗 招什么呀 副总监吗 嗯 你招一个副总监 你怎么得找一个 懂内容的 业务好的呀 我同意张总这个想法啊 嗯 但是还有一点啊 就是两个副总监 一个不懂业务 一个是外来的和尚 这在石操上面会不会 还是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啊 嗯 要不 咱们从内部再提吧一个 至少在忠诚度和信任度上 还有石操的层面上 会稳妥很多 那个娇娇怎么样娇娇 我觉得小鱼也是可以的 得了吧 你俩这个提的还不如阿牧呢 那提阿牧啊 提也不能提太高 刚给他加完心 多干点是可以的 主要是协调两个副总监的工作 总监助理吧 您说呢 张总 好 那就按摩吧 那我们就去安排 好好保胎啊 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 保胎去吧 保胎去吧 走走走走 文迪 你怎么回事 周总 我来找Grace 有没有重回金融行业的打算 有啊 太好了 终于有了 那还等什么 赶紧来我这儿 我这儿特别缺人手 你公司我了解过 一直是黑马的姿态 有领头了新销售 制造业文创等好几个板块的 独角兽公司 功课做得很足啊 那就来吧 明片上有我的邮箱 猎头和我们公司HR也很熟 我知道 周总 我现在能再做准备等机会啊 做什么准备 人的准备是永远不够的 现在机会就在你眼前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邀请 我打算啊 先拿到敲门砖 只要拿到了 我马上来敲要回的大门 行 我等你来敲我的门 好啊 我先走 晚真 你要的资料 谢谢 这些呢 都是金融市场上公开的财报资料了 太好了 你要这些干吗 我想了解一下华星地产公司 在市场上的资金情况 看来你是打算重回老本孩了 什么时候傻回来 快了 都在这儿了 谢谢啊 客气 谢谢 当老板真不容易啊 你说这其他公司 也像咱们这样吗 应该吧 不都说老板是给员工打工的吗 那我内容不提案 哪次他不是听我的呀 突然有点同情呢 那这主意谁出的 那我为了谁啊 我还不为了你 你说他能看出来吗 他看出来看不出来不也都这样了 我是真为了公司着想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 那你还是对得起他的 那是 是不是从今天起 我就要退去二线了呀 也挺好 放放拳 养养身体 培养一下自己的团队 你也不能总在一线干把 正好趁着这季节 休息休息 突然有点失落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还不太能适应呢 任何事情都需要适应一段过程 大不了时间长点 好症 得多长呢 D 好吃好吃 好吃多吃点 嗯 你确定我能吃这个 少吃点没事的啊 好 你吃完甜食心情还好呢 能更好地恢复元气 就是吗 我觉得特别想吃甜的 他们都不让我吃 整天给我搞点什么 金汤挂水的东西 难吃死了 可怜兮兮的 你说我的宝宝 刚出生就进了恒文室 也不知道现在会做得怎么样 心里可担心了 别担心 这宝宝进了恒文室 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照顾 这不还有护士吗 我当时生晚完真正的时候 那可是双胞胎 那单个才三斤多 也进了恒文室 我当时也特别特别担心 但现在你看 他们健健康康 活不乱跳的呢 我觉得二胎啊 真的不一样 我现在胆子可小了 那那会儿生死 问了说我心可大了 我觉得他也皮实 没事 我自己恢复得也快 现在 现在一想到我闺女自己 一个人躺在恒文室里 不顾力你 我心里可难受 我特别能理解 你现在是产后激素水平不稳定 过于担心 这医院那么多医生护士 你担心什么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愉悦心情 好好地恢复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好的心情 你要是想吃什么 你就悄悄地告诉我 我再悄悄给你送过来 叔啊 这香蕉你得多吃一点啊 这 这 通便 来 叔 张嘴 对 水果多吃点啊 来 对 这不想吃了 叔 不醒啊 转过来 转过来 咱得吃呀 叔 你上不出厕所来 憋得满脸通红 我看着都心疼 这个通便 不能任性 叔 这营养好了 咱恢复得就快了 暖湘姐 妈还来了 张嘴 怎么样 吃过早饭了没 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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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也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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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了 来 咱给我吃 我来喂吧 啊 嗯 哦 好 好 行 是不是不想吃了 嗯 嗯 哦 那就不吃了 啊 好 收了吧 收了 好 行 行 嗯 摘 哦 摘 嗯 来 坐 不想吃 哎呀 塞这么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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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啊 蓝湘姐没照顾过病人 回头我跟她说 以后喂你的时候 慢点喂 嗯 嗯 原来她照顾云杰 照顾得可好了 嗯 回头我就让她 像照顾云杰那样照顾你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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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了吧 欣欣生了 嗯 嗯 嗯 女孩 五金座 可白了 和大眼睛卡巴卡巴的 特别像欣欣小时候 熊熊 还给她起了个小名 叫小西瓜 说 西瓜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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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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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我怎么生啊 嗯 那我跟李玲可都是双职工 生的孩子谁给我带呀 交给我妈 我可不放心 嗯 嗯 嗯 不行是不是 嗯 嗯 你带呀 我 我 我带 带 嗯 那你得赶快好起来才能给我带孩子 嗯 知道吗 嗯 嗯 我需要你朋友 我怎么回来啊 你咱们 媳妇 别的 不吃咱就不吃 汤要喝了 妈亲手给你煲的 小火慢炖 营养丰富 行 不喝了 老爸 咱是剖腹产 身上有疤 要恢复元气 对身体有好处 谁造成的 我就问你谁造成的 不行 我要喝汤 我要吃饭 我要攒够了力气 去找徐某岸算账 快来 媳妇 好嘞 多吃饭多喝汤 咱攒够了力气 找你解算账去 太不像火 多吃饭 多喝汤 你让我吃饱了喝饱了 好给你的娃当奶牛 是不是 老爸我哪敢呢 我就是为了让你养伤 奶水不用喂它 咱有奶粉 营养搭配 非常的合理 老婆 你还想吃点别的什么 我给你买一下 我想吃甜的 就酿馒头 豆沙米果 营养 妈 营养 营养 痛乳师来了 什么痛乳师 我不痛乳 我伤口没预合 他就想着让我当奶牛 小号码 得通得通 这不通啊 去赌奶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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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别急 快 谢谢啊 还让你跑一趟 好 慢点啊 我不送了啊 拜拜 我看欣欣呐 这是趁着坐月子 跟我撒气呢 妈小大声 她平时不这样 谁信呐 她把你打那样 我没看见呢 哪儿打我了 这不偶然事件吗 你对她那个 爸爸姐姐的样子 我还不知道啊 我还谁爸爸姐姐的啊 这是我至家之道 您就别参唬了啊 她现在特殊时期 咱让着她点 凭什么呀 你不这一位子欠她的 凭啥呀 她爸怎么病呢 怎么住院 您不知道啊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她说啥就是啥 我反正没几个月嘛 那我就装呗 我装 好好好 妈 您委屈您受苦啊 您自然说话 别忘了啊 知道了 妈 我去给她买点吃的啊 你去吧 也给您打点 您吃什么 不用不用不用 别靠近 那不用 我去吧您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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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说了多按摩 能好得快一点 老许 快一点好 叔啊 阿姨 我今今儿来了 来晚了 不好意思 亲家母 来晚了 我来晚了 大姑 你怎么来了呀 这么大老院 你还跑过来了 亲家都病了 你说我能不来吗 咱不是一家人吗 是是 来来来 坐坐坐 坐下 这亲家 什么情况 中风了 中风了 是啊 这嘴都崴了 大夫说好多了 那个 你看 亲家病了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个 一点小心意 这个不行 这个我绝对不能收 不能收 真不能收 你看你看 你看你收不收 你不收我给你翻脸了 那 那心意嘛 是吧 那 太有心了 谢谢啊 来来来 你快来 让我来看看 老爷子 天 没事 不认人哪 没事 我是李静 记得吗 大姑 大姑 你看 这个 这个 我看 这手 这手 我天哪 这个 这个 没事 我也学过一点 那个 我们家老欧阳啊 给老爷子开了点中药 回头我告诉你怎么吃 我跟兰湘交代一下 老爷子啊 出院以后啊 后期康复 要不然要不然就要不然就到我们那个中医诊所去怎么样 啊 行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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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表情是乐意还是不乐意 这个像你这种情况 后期康复很重要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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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哦 哦 哦 他不太喜欢别人碰他 啊 好嘞好嘞我知道 知道了 知道了 那个我这次来啊 一时看看老爷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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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顺便还看看欣喜 哦 哦 最主要的呢 不是孟安怀孕了吗 啊 我呀 得待到孟安 把孩子生了 踏踏实实地把月子做完 啊 三个月 大月子 一天都不能少 三个月 那个 孟安什么时候让人照顾过呀 那个真用不着 我跟你说 这不有兰箱呢吗 哎呀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老爷子啊 我不碰你 你放心 这不是特别喜欢吃兰箱做的菜啊 你看你看 老爷子出院以后啊 我就让兰箱啊 来照顾你们的饮食 这起居 不用 真不用 你放心吧 有我在呀 什么事都安排好了呢 我呀 还得去看看欣喜 她生了一儿一女 你说多有福气啊 我不得去沾沾喜气啊 那个什么 欣喜啊刚做了抛妇产 你这个时候去见她不太方便 没事 我放些东西就走 行了 那你那个啊 好好休息啊 祝您 别 早日康复啊 好 我先走了 好好好 好 你看 再见都会 好 早日康复 我 我跟兰箱交代几句 好 好 好 老爷子 好 亲家母啊 好 我马上回来啊 是没事怎么办啊 但是去看星星 我会有天什么乱 没事我 老爷子现在这个情况啊 你得精心一点 辛苦 别怕吃苦 不怕 姐 你看 当时孟安不嫌弃我家来 那个情况 把我留下来 给我送了那么多东西 还给我塞红包啊 姐 你们一家的都是我的贵人 我一定好好干 放心 孟安这个人呀真好 是 懂礼数 不过 你也礼过啊 没有 我 你帮孟安保胎 没有 还给我打小报告 不 姐 我给你打电话的事 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我傻呀 不过 我 我后来想 我也没说什么 我就 稍微那么 一点点暗示 你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我谁呀 我 你静姐 你说我刚过来的时候吧 孟安正在保胎呢 那胎保得住保不住 还是个问号 人家不让我跟别人说 谁都不说 我也怕人家嫌我多岁 可是后来 我就听他们说 说我不太想要这个孩子了 哎呀 我就一下子我就在想 你说当时咱家老爷子 当时把欧阳姐夫 招成顺美女婿 那不就是要给咱家传宗接代呢吗 我说 如果孟安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 她没说过不要了 你说这么大的事 我要是不告诉你 我对不起你呀 姐 所以我说呀 你立功了 是吧 不光孟安懂礼数 你姐我也懂礼数 好 来吧 这个 姐给你的红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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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不起 你对不起 停 这是姐奖励你的 拿着 要不然我翻脸了啊 谢谢姐 那个 孟昕生孩子那个医院的地址 你有吗 发给我 你去啊 是啊 生孩子是大喜事 咱得懂礼数 对吧 那你就 把我别人进来啊 妈 把谁拿出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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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点 我 我 儿子 好 来 来 先米国买回来喽 好香啊 不想吃 真可惜啊 谢谢 你好 这个是许梦新的房间吗 是啊 你谁啊 你是月嫂吧 这是给欣欣送的水果 一会儿洗一洗 给欣欣吃 你等等 你到底谁啊你啊 我说了你也不懂 我怎么不懂啊 你说的是外语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您是 这孩子的奶奶对吧 有眼不识泰山啊 有眼不识泰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媳妇 热得呢 尝尝 我要睡觉 好嘞 我老婆要睡觉 我陪着你啊 等她睡会儿再吃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我叫李静 是李琳的姐姐 李琳是孟安的老公 孟安是孟欣的亲姐姐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老许家亲家姐姐 对 老姐姐 这一下就全对了 停 你会不会论辈啊 你跟谁叫老姐姐呢 我是熊熊的奶奶 你是熊熊的 一表三千里的大姑 你应该叫我大姨 对对对 叫大姨 叫大姨 这么好吃的米国 还是热的呢 大姨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孟安不是怀孕了吗 我来照顾孟安 孟安跟我说 孟欣生了 我就赶紧得来看看 沾点喜气 沾点喜气 你看 给宝贝 还送了个小物件 大姨 您真有福气啊 一子一女 凑一个好 行 那你跟我进去吧 我把东西放边上啊 来来来 大姨 我来 我来 好好好 跟我进来吧 嘿 好